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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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和您一起ismo 就ontinuang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中央要求你们 立即停止执行 湖南省委负责人 夏希同志 要求你们继续追赶 南昌起义部队的方案 将你们的警卫团 在乡 鄂 干 三省交界处的休水 集结待命 等候中央进一步指示 是 服从中央指示 得明同志 现在可是在 白色恐怖环境中 可不是在你的警卫团 向主任 我 哪里又做得不对吗 没有 没有 得明同志 你真的很了不起 我很敬佩你 手拿南昌起义军周一群 和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张发魁的两封集电 你毅然决定参加南昌起义 在去南昌的路上 你被敌人围攻 你用率领部队绕道前行 虽然没有赶上南昌起义 可你并没有气馁 而是向上级请示之后 决定继续追赶 可是 这一切努力 都没有证明 都没有证明 不 虽然你们的警卫团 没有赶上南昌起义 但是你们这一系列的努力 足以证明你们对党的忠诚 也许历史对你们这支部队 另有重用 所以才阴差阳错地 把你们留了下来 真的吗 向主任 所以你要带领新幻文 韩骏两位同志 立即赶往修水 往修正部队 随时听候 中央安排 是 向主任 我先走了 去吧 通过我研究缴获的敌人文件 和审问敌军服务 我们基本摸清了 前方敌军的情况 敌 前大军 皇少洪两都 正在会上一带 集结大量兵力 乘机脚之时 四机向我们发动进攻 如果我们按原计划 采用激公同志提出的避战 也就是 绕道长厅 再转东江的作战方案 有可能父辈守敌 那么 如何解决这个后顾之忧呢 我们不避战 不绕道 而是要与敌人正业作战 我们可以兵翻两路 先机会昌 后机锐金 转而南向 如果这样的话 建议 叶挺同志 率第十一军两个师 担任主攻 朱德同志 帅第二十军第三师 担任主攻 贺龙同志 帅第二十军第一第二师 为总预备队 好主意 不好 为什么让我担任预备队 因为你刚经过任天战斗 部队有伤亡 需要修整 佛政同志 贺龙同志 刚才参谋长的建议 我认为很有道理 任天战斗 为掩护我军空过 二支军一二两个师 和前大军的两个精锐团 打了一整天 确有伤亡 应该修整一下 白远同志 这也是修理吗 经过表决 得到多数同意 就是金 这跟我自己带兵的搞法 真是大不相同 有什么不同 感觉束手束脚 处处像带一个紧箍 这就对了 这种所谓的紧箍 就是我们革命军队 不同于军阀的根本所在 革命军队的领导 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革命的集体 一个有着革命纲领 和革命目标的集体 革命纲领 革命目标 对 纲领就是解放全人类 最后解放自己 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 这就是共产主义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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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 我懂了 博城同志 那我们就把会常作战的日期 定在三十号 你根据这个时间 尽快制定作战计划 是 一定要暴动吗 这是中央做的决定 我回来这几天啊 和板藏的乡亲们 也都聊了一下 他们都直指暴动 那是因为你向他们承诺 暴动了 就会分给他们田地 打倒地主 就是要给农民分田地 让穷人当家做主 这不正是我们干革命 想要得到的结果吗 可是这些农民是没有枪的 他们想要得到这些 必然要用性命去换 那会有成千上万的人 流血牺牲的 打倒一个旧世界 建立一个新世界 不流血是不可能的 我们只能够 用少数人的血 来换取 大多数人不流血 不牺牲 可是你非要去暴动一线吗 你没打过仗 也没有军队 靠什么去领导他们呀 现在在湖南 有我们共产党人领导的两个团 中央已经决定了 让他们做暴动的发火药 可是我听公达同志说 那两个团 已经被唐生智调走了 根本就不在湖南 还有 你的脚伤还没好呢 我去崴了一下 不碍事很快就好了 乾宗指挥到军令 各位请坐 各位 司令部命令我不即刻出发 消灭南昌暴动叛军 第五支团六十多团阵听令 是 是 叛军出南昌后 一路向南 移动中不断损失消耗 只要我们联合行动穷追猛党 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把他们彻底肃清 是 诸位 这就是乾某要求诸位 在自己的防区内 注意把守的要点 请各位各司其职 马上出发 在沿途这些有利的地方 消灭他们 是 感谢观看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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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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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